我當然同意任何這樣的一個數據或相關的一個數據的公布 他就重要就是在他采用的參數到底正確不正確 那這個我們隨時可以改進 因為五一廉價快到了 那傳出說有要增加近百個人潮的警示點 那麼不過疫情現在已經算是趨緩了 但為何管制點卻要增加 另外想請教因為台南市長黃偉哲有提到說 台南不怕被列入偵測點 但是偵測工具一定要準確 否則會變成亂槍打鳥 江啟文指揮中心這邊怎麼看 這樣的事情我昨天到您講過很多次 那不是一個警示點 那是一個熱門的警區 代表以前大家都喜歡去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也就是說將來還是就是如果有可能的話 讓大家能夠多知道一些警區大家常去的 人流車流到底怎麼樣 讓他可以做一個參考 然後第三個我當然同意 任何這樣的一個數據或相關的一個數據 公佈 他就重要就是在他採用的參數到底正確不正確 那這個我們隨時可以改進